血腥暴击。中国再次记起屠刀,凡手剪美国羊毛。 世界是一盘棋,在美元和人民币货币博弈上,人民币国际化和美元争霸愈演愈烈。 1. 空头遭暴击,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大涨。昨夜金晨,在离岸人民币市场,空头遭遇暴击。 1月5日早,离岸人民币汇率最高升值至6.8295。 1月4日,人民币离岸汇率一路飙升,是如猛虎,连连突破,冲击八道关口。 收复多处湿地,最高上涨至6.8887,离岸汇率与在岸汇率到挂最高超过600点。 赞助商链接 这是2010期以来,第一次屠杀人民币空头,可谓是血流成渴,惊心动魄,如此突然间的暴涨,让人震惊。 在国际市场上,几乎所有空头都认为人民币在2017年初会贬值跌破期。 于是大量的空头介入人民币,然后卖空,等人民币汇率年初跌破期后,再买入人民币平仓,锁定收益。 这是资本市场上,引导乌合之众的必备手法。 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天,热炒人民币要大贬值的声音,再次热闹起来,海内外的空头都希望在此时刻,击溃人民币汇率。 一贯以言紧,精确自居的美国彭博社,还搞了个人民币破期的假新闻。 背后的目的就是要煽动国内对中国经济的悲观情绪。 这样,国内的某些打住忧国忧民。 招牌的的专家杨一奴,就可以讲故事给吃瓜群众了,赶紧换美元吧,否则后果你懂的。 他们最终的期待,是指望中国国内的人民币持有者,去替自己来制造一场人民币对。 美元汇率的暴跌,这样他们就可以做住宿钱了,而乌合之众能够赢钱的唯一前提。 就是他们的盲从真的如专家所愿,搞垮了中国经济,才能赢得一点微薄至极的利润。 赞助商链接。 然而在这个时候,中国做了几件大事,将国内国外,大大小小的空头粘出币其功于一亿的美梦击碎,丢盔器甲,狼狈不堪。 一是大幅度收紧境外人民币的流动性,香港的人民币隔夜拆借利率已经创下了三。 各多月新高,高达了17.8%,隔夜拆借利率如此之高,可见人民币流动性是多么枯竭。 这导致了之前做空人民币的空头,到了平仓的时候,没有人民币可以买入,要买入只能高价去买。 同时,中国加强了外汇管制,在购汇申请书中,明确要求购汇不能用于境外买房。 证券投资,保险投资等,这是非常高明的外汇管制手段。 一旦不能像过去那样卖出人民币,买入美元等,那么人民币空头就后继发力,没有新的力量加入,那么人民币被做空的势头就会缓解。 现在的人民币空头主央行在2017年初将人民币大贬值,并偷偷建了大量的仓位。 结果中国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没有将人民币汇率再年初大贬值,反而大大加强了外汇管制。 赞助商链接,并在离岸市场大大回收人民币流动性,导致人民币空头的做空成本急剧上升,无处拆借人民币。 于是一场金融市场的大财踏就发生了,人民币空头荒不择路的平仓,导致人民币离岸汇率今晚暴涨。 而且随着跟风效应行程,整个晚上,都是空头的带血的平仓。 二一次早就丑化之中的屠杀。 这是一场没有娇烟的金融战,也是一次早就丑化之中的屠杀。 美元这轮反弹,已经出现了强弩之末的征兆。 人民币10月入蓝之后, 出其不易的贬值让美国减羊毛举步维艰。 美国需要外国人每天买入美元才能维持美元不下跌。 根据2016年头9个月的数据, 现在美国需要外国人每天购买27亿美元。 如果任何一天外国人没有买够27亿美元, 美元就会走软。 只有发生人民币汇率大暴跌, 才能引导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 在一波涌向美国充当新街盘侠, 从而助推道指继续上行。 所以,中国也在巧妙地利用中东的地缘热点, 向美国继续施加压力, 赞助商链接。 上月30日, 土耳其、俄罗斯和叙利亚之间达成停火协议。 但本轮停火计划仅限阿萨德政府和叙反对派, 不包括叙境内恐怖组织。 众所周知, 土耳其是支持ISIS恐怖组织的, 现在则默认为续联军对其展开军事打击。 这是土耳其立场的巨大转变, 实际上根据停火协议之前得到埃尔多安支持的东突恐怖。 组织也被抛弃。 这次叙利亚政府军在停火第二天就集中火力攻击东突在叙利亚的大本营及斯尔书古尔镇, 是中国看不见的守在背后推动的结果。 土耳其做出让步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12月29日也就是停火协议达成的当天,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公告, 自2015年年底发布。 人民币汇率指数货币篮子以来, 首次对人民币指数进行调整, 下调美元权重比同时提高新兴市场。 国家货币权重比。 根据公告人民币汇率指数货币篮子中新增11种货币, 其中就纳入了土耳其货币。 之前的12月12号, 中国央行就开展了人民币对土耳其货币的直接交易。 一个月前中国宣布扩大, 与土耳其货币之间的互换规模到120亿, 加大对其金融方面的支持。 自从2014年开始美。 远走墙以来土耳其国内经济日渐恶化, 国际收支失衡风险不断加大。 在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事件发生前, 其到期的美元债务已经超过了外汇储备。 在土耳其经济陷入困境的时候, 中国提供货币互换和 货币直接交易 无疑为土耳其提供了华尔街之外的另一条融资渠道。 中国对土耳其提供的 金融支持是俄罗斯无法提供的, 再次说明在中俄依序联盟中中国是当之无愧的盟主。 赞助商链接 现在土耳其手里有人民币,就可以跟中国换成美元,然后把美元债务还轻,转而欠下人民币债务。 这个过程,也就是人民币完成对美元的置换,取代美元的过程。 有了这样一个强势货币的替代,美国也就发现无法再捡他国羊毛了。 在地缘政治上,土耳其未来如果选择与俄罗斯和叙利亚和平相处,那么俄罗斯的力量将通过。 博斯普鲁斯海峡辐射地中海,中国丝绸直路南线通道也会重新打开。 埃尔多安已经明确表态反对在叙利亚北部出现新国家。 这对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图谋明显不利。 而在中东地区的博弈上,中俄依序目前占据上风,破美元霸权也要从中东入手。 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对美元霸主地位形成挑战,造成攻击。 没有了美元霸权的支撑,美国怎么统治世界? 谁还愿意做美国的狗? 赞助商链接 结语 拥有超三万亿美元外出的中国吃瓜群众,恐怕很多都难以理解人民币破期对美国资本市场的重要性。 一旦拥有最大外储的中国经济倒下,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倾国家的货币,将随即全被美元爆掉。 这种情形,将是苏联崩塌后,美元资本最大的饕铁盛宴。 这也将给我们全球战略上造成重大挫折。 所以,在这个货币战争如火如荼的时期,同胞们就别跟风作孔自己祖国的货币获利了。 好,谢谢观看,请不吝点赞助。 观看,请不吝点赞助。 请不吝点赞助。